少女纳特突然腹痛不止 父母冲回家中 只见女儿腹部如充气一般 迅速隆起 后部随之肿胀 呕出鲜血 最终抽出一番一命呜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又挖到够劲恐怖片的影色 今天讲一部太过恐怖片 归地狱 镜头来到主角一家身上 他们是纳特的同村邻居 是个生了三男三女的八口大家庭 基本上是一年一度的庙会 村人都会全家前往 三姐妹上学前 妈妈也特意提醒他们 放学要早点回家 三姐妹应声说是 就上学路上 小妹欢欢跳跳跑在前面 突然脚步一顿 停在了一棵大树前 树下放着一个祭坛 小妹不肯说自己看到了什么 转身就走 姐姐们也就没当回事 转眼来到放学 大姐今天直视 但纳特的座位却空在那里 没人感动 其他直视声满满都先走了 雷特大姐一个人擦着黑板 突然背后一阵小弄 大姐一回头 纳特座位那儿竟坐了一个人影 原来是二妹过来找她了 见纳特座位没人收拾 便好奇的翻看了她猪堂里的画 上面都是写 阴暗可怕的鬼脸 大姐觉得不吉利 连忙拉扎没走了 放学回家 又是走来时那条路 小妹似乎非常害怕 此时天色异发 两个姐姐这才看到 那树下竟一直站着个 白眼神一身黑的诡异女人 那一面相说是鬼不为过 有人死死的盯着她们 吓着三姐妹慌忙逃窜 正巧撞上来接他们三哥 危险暂时解除 三人心照不宣的 没有说出鬼女一事 可等到家 天已经黑了 爸爸非常生气 他人拜完佛祖 就让小孩们自己玩去了 而这时二妹似乎发烧了 有点不舒服 大姐本想去告诉妈妈 但二妹恳求姐姐先别说 她还没玩够 不想那么早回去 大姐心疼妹妹 就答应要那做完摩天轮再说 既然开开心心上摩天轮 小妹高兴的往下望 谁想请瞧见 下面处着面目猙獰的老太太 还抬手指了她们一下 小妹吓得盲牌姐姐 二妹也看到了 当场咳嗽起来 大姐护住妹妹起身查看 个老太太已经消失了 经死一世 二妹的病情瞬间加重 可去医院又什么都没查出来 不过同天 在外当兵的大哥休假回来了 一家人难得聚起 大哥神似昭亭啊 这会儿二妹的状况 还是丝毫没有减轻 早早就过床休息了 可到了夜里 她却被小动惊醒 先开床脸并没有发现异常 可孰不知 此时此刻 一个女鬼就靠在她肩膀上 看面相正是死去的大特 可二妹却毫无察觉 过了一会儿 隔壁大姐也听到了异象 起身查看 发现家里祭坛的蜡烛是灭的 她也没多想 以为是爸爸忘点了 继续寻声来到厨房 只见二妹如同梦游一般 正狂狠生肉 但是是天色太晚 大姐也没看清 只知道没听见妹妹家的食物 就跟过去确认 可没等到回答 却听到了一阵诡异的低语声 声音仿佛有种魔力 只几声 大姐便瞬间昏睡了过去 再醒来 已是第二天早上 爸爸在和家里雇的长工吵架 长工说什么都不愿意干了 还坚称不是因为薪水 大哥过来打圆场 想问个具体原因 可长工还是不愿意说 只叮嘱让他照顾好家人 注意安全 很快一家人陆续醒来 大姐回屋看望二妹 只想她就如同变了个人一般 一指气使的靠在床上 喊小妹给她按摩 对大姐也是恶语香香 正常声也来了妈妈 二妹立刻变恋 茶里茶气的装柔弱 说大姐欺负自己 把大姐气泡好了 小妹也跟了出来 说今晚想和大姐睡 因为昨天半夜 二妹特别吓人 一直死定着她看 小妹在地上 画起二妹的表情 瞪大的双眼 诡异的笑容 像树下那个鬼女 也像极了 纳特的那些话 大姐不敢细想 连忙打断 她试图把妹妹的变化 转述给妈妈 妈妈应该也有所察觉 但并未多想 总之大人总是 不太相信这种事 之后父母二人出门办事 留下六个孩子在家 大哥反复思索着 长工的叮嘱 觉得奇怪 就问两个弟弟 之前家里有没有发生怪事 可除了二妹那个 查不出原有的怪病 三兄弟并没有想到什么 大姐听到联盟加入群聊 说起了昨晚听到的那阵地狱 那声音音调很高 非常诡异 像是女人的声音 但三兄弟都表示没听到 大哥是个半山人 当天就问过长工了 他也听到了那个声音 这似乎是某种鬼怪作祟 长工知道其恐怖 所以立马离开了 可他们的爸爸却不信息 没当回事 恐怖片激草了属于是 大姐还推测 二妹的病 会不会也跟这个鬼地狱有关 可以前没有实证 地狱催眠 昏昏欲睡间 他一口咬出自己手背 恢复清醒 最后亮亮枪枪出去找几个哥哥 没想到这深宫半夜的 哥哥们竟都在院子里 一个个拿着手电和枪草木结冰 他忙告诉他们 二妹不见了 随即田里一次出现一个人影 跟手电打过去一看 居然是那个鬼女 他歪头长着大嘴 冲着兄妹们 大哥眼急手快 开枪射击 赶跑着鬼女 也把昏迷的二妹抱了回来 二妹苏醒后 倒是恢复了正常 但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只说自己肚子疼 大姐留下小妹陪他 询问哥哥们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间回到几小时之前 原来三兄弟 根本就没睡觉 他们原进化 喝个通宵 听听那鬼滴雨 到底怎么回事 结果老二老三酒量太差 没一会就喝多睡着了 虽然这时 灯光突然闪烁起来 二妹再次撞出梦游 大哥刚想过去查看 就听到了大姐说的 那个鬼没滴雨 他周身一软 差点昏倒在地 幸好大哥反着急快 立刻将手伸向一旁的烛台 火焰的灼痛 让他恢复了清醒 他连忙叫醒两个弟弟 灾人在那个处附近 找到二妹 随即大哥感到了目光注视 手机一晃 便看到了那个鬼女 他们只好不断用枪攻击对方 但无奈根本打不中 在后面 就是大姐看到的那一幕了 听了这些 大姐不禁心生恶寒 告诉三个哥哥 其实他们早就见过那个鬼女 看来如今的一切并非巧合 隔天 大哥打定了一番 确认二妹如今的症状 跟当初的那头一模一样 竟然都觉得 先不要告诉爸妈 毕竟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到鬼一说 就由大哥悄悄去请一个 略懂玄学的中士回来 大哥出发后 妈妈也回来了 二妹独留在房间 身后一个人影 忽然翻进床内 抓住二妹 就把手插进了她嘴里 此人正是那把 摩天轮下的老太太 她不由分说 把二妹摁在地上 拔出她的牙齿 塞进了嘴里 妈妈和大姐闻声赶来 吓了一跳 忙把老太婆赶了出去 母女三人惊魂未定 正好大哥把中士请回来了 原来那个老太太 是村里的崔阿婆 小辈不认识 但是年岁稍长的人 都知道她 据说她当初 用黑魔法召唤恶鬼 结果惨头附身 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 后来老一辈村人就认为 靠近她会被诅咒 此时的二妹 又像变了个人一般 对中士和妈妈 恶语相相 中士以为是 崔阿婆上了二妹的神 但被对方 嫌笑着否认了 那看来她身上 就是那个恶灵了 去赶紧找到 阻止她才行 于是大哥跟着中士 来到了一个山顶破屋里 这就是崔阿婆的家 果然她家中挂满腐肉 正在进行邪恶的仪式 二人撞开门那一刻 她刚好将二妹的牙齿 丢进玻璃 仪式已成 她不顾大哥的重骂 直接撞向旁边的竹杆 瞬间爆头 给大哥看蒙了 中士解释道 恶灵这种东西 是反常活动的 而白天她需要找个宿主其身 如今她让崔阿婆自强 必定是找到新宿主了 三兄弟便让大姐和小妹 搬去别屋睡觉 他们家留下 守着二妹 三兄弟也手边都摆了竹台 原计划低语声一起 就立马考手 保持清醒 可谁想这声音来得太突然了 只有大哥及时保持了清醒 老二老三又再次睡着 大哥正想着叫醒两个弟弟 就看二妹已经走得出来 与那个声音一起前后夹击 双重走 大哥最终也没能挺住 昏昏倒地 幸好大姐没敢睡 默默摇手抵过了催眠 叫醒三个哥哥 拿着墙和手电 追出门外 这时爸妈被响动吵醒 跟了出来 事已至此 他们只能简单描述来龙去脉 可老爸还是不信鬼神之说 质责大哥乱来 让话音高落 就啪啪打脸 无数石块 伴随着鬼笑 噼里啪啦的砸了下来 屋内气面 一丝无故炸开 眼见为时 老爸这才闭了嘴 三兄弟也迅速兵分散路 寻找二妹 大哥钻进了田里 很快察觉到恶灵逼近 他绷进神经 立马转身开枪 结果发现 自己击中的是妈妈 安吼头开始狂追大哥 跑着跑着 脑袋又搭了在一边 只剩一丝皮儿还练着 这血腥又灵异的场面 有点当年太恐内温了 大哥一路狂奔 逃出道田 真正妈妈等在前面 他条件反射 差点开枪 还好被弟弟拦住 零月二大姐带着小妹躲在家里 突然听到后门 传来二妹的声音 让他们开门 大姐一时分不清真伪 有些犹豫 鬼小妹已经起身去开门 就在这时 前门哥哥们抱着二妹 往回走了 那后门这个只能是鬼 大姐一个剑步拦住小妹 恶灵自知暴露 便从缝隙中 强行将手伸进来 腐朽的皮肉被当场刮掉 只剩圣人的筋骨 够着要开门 还有这时 妈妈找到了后面 鬼手消失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这一晚有惊无险 隔天 中士请来一个大师 说他能接此结 大师环顾四周 注意到了一丛 玉聪聪的竹子 哥哥们解释 这一看竹子 他们老爸一直不舍得卖 二妹就是昏倒在身 大师没再多说 在门口花了个符 随即进屋 来到二妹面前 二妹盯着大师 眼神不善 然后便察言察语 叫妈妈过来保护他 妈妈顿时如同 受到蛊扑一般 想要过去 还好被哥哥拦下 大师伸出拇指 在二妹投成一点 他体内的恶灵 煞事如遭暴击 再次向妈妈护救 妈妈挣脱阻拦 冲上前一把包装的女儿 大师也不能 施宜大哥静观其变 直接让他们爸爸 紧接着暴起 拿根藤条 说要打死二妹 这时大师现在已经有数了 他再次回到那片竹林 告知需要砍掉这些竹子 爸爸还想赶来阻拦 大师却告诉他 这个恶灵很会操纵人心 会把妈妈的爱子 放大成无脑 会把爸爸的严肃 放大成暴怒 所以他们夫妻 近期的情绪异常 其实都是被恶灵蛊惑了 爸爸闻眼愣在原地 几个儿子趁机手起刀落 把竹子悉数砍刀 随之露出了里面 腐烂的动物内脏 大师说 恶灵就是通过这个 连接宿主的 必须烧掉 二妹赶来 眼睁睁看着腐肉 被大哥点燃 惨叫一声 混死过去 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送他去医院 路上恶灵肯定会再来阻拦 此举必然凶险异常 最后除了中士和大师 继续护航 家里妈妈 大哥三哥大姐 也会同去 天转眼黑了 路上大哥询问 恶灵挑上二妹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二妹身体不好 早些年他还得过利己 差点死掉 大师却说 这么相反 一般鬼魂都偏向于 找情绪不稳定的人附身 但这个鬼很惊 他反倒在找身体强壮 没有生命受伤的宿主 尤其是曾在鬼门关走过一走 但在此之后 再未生病的二妹 这简直是完美宿主 前路烟雾缭绕 大师和中卫都预感危险将知 也给了大哥一些加持过的子弹 让他到时凭直觉 见招拆招 大哥刚答应 这样的同伴就都消失了 但实际上 大家都还在原位 一切都是恶灵制造的幻象 下一秒 前方就冒出一群 猙獰的女鬼 而大姐等人 则看到了死去的纳特 爬到了车上 再向他们逼近 大哥猛惨油门 冲出鬼群 跟紧接着 又在路中间 看到了消失的家人 大哥预感就是现代 所以闭紧双眼 开枪驱鬼 果然幻象消失 纳特随之正发 一切又回复了正常 但就在这时 二妹突然露出一丝音效 那个鬼魅低语 再次响起 一车人相继昏倒 大哥强撑着控制住车 大师也连忙 划服驱鬼 可谁料 他刚伸出手指 便被覆摸了二妹 张嘴咬断 随即二妹飞速 躲过方向盘 让车直直冲向一旁的树干 大师被直接抱头 在大哥恢复意识时 驱鬼枪已经被恶灵拿走了 昏睡的同伴们 也都被他拖到了外面 他随手杀掉了中士 拿枪抵着太阳穴 威胁大哥 大哥无奈朝恶灵大喊 说你要杀就杀我 就在恶灵转向他的片刻 他跟刚刚苏醒的大姐 对着眼神 然后瞬间使出 荆棘针 小蓝蜜记 毒子弹 接着瞬移至 鬼二妹身前 接受大姐扔来的匕首 一刀刺中二妹手臂 你要健康的身体 那我就把他破坏 速出驱翘遭到破坏 女鬼痛苦惨叫 被逼出体外 大哥立刻用驱鬼子弹 封起走位 最后一枪爆头 恶灵消散 二妹终于被送去了医院 但他醒来 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此行消耗了两个驱鬼大师 委托人都好好的 之后 赛兄弟一聊 其实大哥当兵临时回来 分个开头 突然去接妹妹放学 其实都是因为妈妈 听说最近怪事贫乏 让他们去的 也就是说 虽然爸爸固执 可他们妈妈 其实一开始 就有察觉到异常 大姐在病房里守着二妹 感动的说 以后会帮二妹做家务的 谁料二妹却突然说道 这一趟天赢 不来给你的美 对 他五官又开始扭曲 居然徒手 拔掉了一颗牙齿 不白了呢 他像之前的纳特一样 腹部迅速隆起 喉不肿胀 熬出鲜血 众人赶来也无济于事 只能眼看着二妹毙命 这时大姐无意间 飘到窗外 那个女鬼根本没死 她就在窗外 死死的盯着他们 大姐和二妹最后的举动 难道新的宿主 要转给大姐吗 二妹的葬礼过后 大哥找到了 最初看到鬼女的那个大叔 抡起斧子 回到了树下的祭坛 然后一把大火 将其烧了个干干净净净 大哥怒目而视 眼神中 倒映出鬼女 挣扎的面孔 验到这里就结束了 惊悚程度尚可 灵异血腥都占了 但前半截节奏略慢 而且角色设置太多了 感觉压缩一下人物 比如把小妹的情节 都放到大姐身上 或者三兄弟合并成两兄弟 其实也不影响剧情 还有那两个大师 就变成一个大师 难道不行吗 长得还那么像 一样的脸 为什么要请两个人来演 一开始我都没发现 是两个角色 直到最后 看到鬼多杀了一个人 我才发现 原来中式的发际线 比大师高一点 这片子据说 2024年还会上映第二部 都是咱在一起看一下 这故事告诉我们 别烦别人说了 小伙伴哥说我这样子 谢谢你